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话是0233939888 谢谢 OK 大家去看戏要戴面纸 我们都很认真的 我们都是24小时 几乎扣掉工作 带小孩都在拍戏 没错 这两个都是有家庭的对不对 他们都是用生命在演出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用心来体会 我都想哭了 看来这一生命在演出的舞台剧 大家不见得可惜了 再感动之余 今天的有此一刻 李老师要教大家 三月份补桃花大法 好 各位朋友 如果有人想要加强你的桃花运 或是要加强你的人际关系 或是像季妹妹她们 要加强观众缘的 那么这一题你一定要看 而且一定要做 三月份在这里要教大家 如何去补你的桃花器 其实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 它是利用季节的一个植物的关系 让你的桃花忘到不行 所以要请你们把纸品拿出来 做笔记了 这是我们的方法 现在三月份 桃花盛开的季节 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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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桃花 追桃花 那就请你去接近桃花 那我们接近桃花 并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去的 在这里为大家 三月份选了九个日子 这九个日子 就是所谓的桃花日子 因为在农民地的有十二地支 里面的只要是 子 五 毛友日 它都是桃花日 来 我们来看看 是三月份拿九天 三月五号 三月八号 三月十一号 三月十四号 十七 二十 二十三 二十六 二十九 这几天 这九天 全部都是桃花日 其中绿色的是 礼拜六跟礼拜天 那知道了桃花日 当然我们还要有一个桃花时 所以再来配合一下来看 最好的桃花时 其实是毛时 上午的五点到七点 那为了要求你的桃花 你的人际关系 其实这个时候片已经亮了 那起来 早点起来做做运动 七星 最新鲜的桃花器 那效果是最好的 其次是中午 十五到一点之间 那你只要到了那个桃花 就是像阳明山 或是你认为 哪里有桃花盛开的地方 你就到那边 利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逛一逛 多稀 多稀 你的桃花 你的人际关系 一定会加分的 你试试看 就知道它的效果如何了 好 谢谢李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黄老师要从我们的测试 DI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月呢 谁会让你不松快 这个不松快 有时候起来就怪怪的 不舒服 哪里咧 来 黄老师 好 我们今天测试的单元是要测 最近这一个月 什么人呢 或是谁呢 让你觉得不舒服 我们的字面有五个字 彼此偷算计 其中这五个字里面选一个字 现场的贵宾以及 那么观众朋友 麻烦你一起来选 选看看这一个月呢 谁让你觉得不舒服 此 偷 黄老师 笔 笔 笼哥 计 计 我们都没有重叠 我选算 算 黄佳谦 那我笔 第一个字是笔 笔是玉芳跟黄世荀老师 所选的笔 好 那么观众朋友 你如果是选这个字的话 到底什么事情 或者什么人 让你不舒服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笔肉油皮带你上身 你会变胖 就觉得很不舒服 真的 我觉得好紧张 会变胖 对 而且你 我命命减不住 对啊 真的 好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看第二个字 此 此是 黄菱是选的 或者观众朋友 你也是选这个字的话 最近一个月 这一个月 什么事情让你不爽快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嘴巴开口就是借钱 就是你遇到的人 开口就是向你要借钱 就是那些 你当然你不一定借他啦 你越肥 可是至少会让你不爽快嘛 所以就是别人 跟他借钱就对了 对啊 就是你遇到 他嘴巴一开口就是 非常不爽快的事 他不是你怎么去回绝人家 对啊 他拒绝都很难耶 而且那我快十块 你怎么去回绝人家 我加签 你本来在乞丐啊 好 我们下面看call好不好 call是加签跟唐老师选的 或者观众朋友 你也是选这个偷子的话 到底最近 这一个月有什么事情 让你不舒服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老板修理你 加班玉石 让你多做工作 叫你忙 叫你加班 心里面觉得很不爽吧 应该的 有工作最幸福了 要不要嘴角八抖 所以说我们这个字 不一定不舒服啦 说不定有些人 有选到他更舒服 好舒服喔 好 我们看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算 算是寄情选的 妹妹耶 或者观众朋友 你如果也是选这个字的话 什么事情舒服 或者不一定不舒服喔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所以选这个字的人 没有不舒服啦 很舒服啦 很舒服 舒服喔 好 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是小董选的 记 对 或者观众朋友 你要选这个字的话 到底什么事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诈骗集团十分爱你 真的 好正喔 真的 我们前两天拍戏的时候 董哥突然给我看一个简讯 他说妹妹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简讯 然后他说 你觉得他是诈骗集团吗 然后我说 我就很认真看看完之后 我说 他是 所以真的蛮准的 蛮准的 你不一定要化身 只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就是了 对 好 谢谢我们的黄老师 黄老师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邀请到董哥来呢 因为我们想听听一下 这个中年男人的一些生活观价值观 比如说 在大陆青岛有一个范姓的企业家 是 他赚很多钱 所以他养了五个女朋友 哎呦 太爽了 然后呢 他包这些女生呢 一个人大概是这个五千块 人民币 大概两万五 两万五啊 但是最近金融喊笑 这个企业家呢 经济就拮据了起来 所以他突然呢 看到电视上有一个选秀节目 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有五个妹对不对 就想把这五个妹来进行比赛淘汰 最后留下的人我就养他 其他的我就弃养 里面有一个是酒女 有两个是他的员工 然后呢还有是他的客户 两个是他的客户 就第一个呢 酒店出生的就被淘汰了 经过了总决赛之后呢 这个姓余的小姐 她是酒店出生的这位小姐 她就 被淘汰了 她就心有不甘狠气 就约了全部人出去 然后呢 就把车开到悬崴下面 就他自己当场死亡 其他人就中伤 那个企业家就赔了他五六十万 站在男人的立场 你怎么看这个 三星企业家这样子行动 男生真的可以把爱分给这么多人吗 要有钱 有钱就可以了 有钱就可以了 有单位看过没有钱 也可以分给很多人 那最后下场不是那个女的死 是男的被追杀 然后面跟子被剪断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给自己 但是好 假设没有这么多麻烦的话 是不是每个男人都希望 可以包这么多女生 是的 真的 因为有很多论文他们都是 一夫一妻子 其实是不合人性的 包括在整个地球上的生物来讲 狮子 老虎 小到呢 像是企鹅 还有螳螂什么的 他们都不是一夫一妻子 都是一夫多妻子 所以王老师是不是 其实这不要大陆啊 王老师 台湾就有这种的 对 王老师那你看一下 董哥有这个能耐吗 他可以这样子吗 他有这个能耐 他不敢 为什么 怎么看 怎么看得出来 首先你刚刚讲钱嘛 对不对 他钱够了吧 然后第二看体力啊 他体力够不够 你看他的耳朵 够了 看他的额头 怎么样 怎么样 发现越来越凸了 也来了 他教教大家 对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让女生喔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花心男呢 他们的潜力 他们有这个潜力的手面向特征 到底在哪里 要跟他交往仔细看一下 听讲人 人的话就是你有这个手相 男生女生都算 人的话就是你有这个手相 男生女生都算 你本身就有可能多妻 或者多夫的嫌疑 是 好 这怎么看呢 首先看结婚线 结婚线在哪里 就在我们手上小指的下面 这一带 如果你长的纹 有两条平行一样长 差不多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多妻 或者多夫 真的吗 好 这是第一项 我们再看第二项 第二项 在我们手上里面 这个叫做天文 感情线 中国古时候称它叫天文 生命线 古时候中国称它叫地文 那中间的智慧线 我们称它叫人文 就是中国称为叫天人地 天代表父亲 地代表母亲 那么这个人呢 就代表配偶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人文 就是这个配偶线 你有两条 像这样子的 没有 或者这样子也算 就是这个人文 就是最后就有两条的话 也表示你有两位以上的姓伴侣 好 继续 那么第三项我们再看一下 在我们手上呢 这个地方出现了叫做肉财纹 就是我们钱财会这样子露出去 好 但是因为你是多气 或者多肤的话呢 你的肉财纹不会这样 你肉财纹 那时候你要养两个老婆嘛 养三个老婆 你的肉财一定露得很严重 所以这时候你的肉财纹呢 这边会出现导纹 这样的肉财纹 或者这样子出现 这边呢 会比较特殊的肉财纹 这种肉财纹的话 也表示您双肌肉的双肤 那除了这个手相看之外呢 我们脸上也可以看出来 但是脸上看的呢 通常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你想一想一想嘛 一个男人 他有两个老婆以上 那一定消耗很多 所以他呢 在童年纪来讲 他的一位文会特别贵 比较风流对不对 像这些给各位多参考 就是说 你在选男朋友选女朋友 都注意一下 对方可能是有双妻 或者双妇的嫌疑 可以帮我们亲妹妹看一下 他老公王仁府 府不符合这几项啊 对 真的要小心 男人府衙异性缘非常好 我老公也是耶 所以你也要小心啊 你以为你就放心 没事 把他衙弹磨掉 这样有效吗 华老师 没效 还是把眼睛弄瞎 没效 好似 好 这个应该不是只有 这个王仁府有这个毛病啊 董哥也笑 我认识他的时候多漂白的 所以董嫂当初怎么会抓住你 两个人会在一起啊 就是会有一个sign 就是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对耶 就是她了 当初 当初Teresa是有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你就觉得说对耶 她就是我的另外一半 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跟她走在一起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会 其实会有 因为我们俩在还没结婚的时候 拍那个照片 人家说你们俩真的很有夫妻脸 还没结婚的时候 有些是结了婚之后睡久了 相处久了会想 那再也就是说呢 跟她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因为我跟她认识了几次啊 每次那个在派对上面唱的 我都先喝醉了 因为酒量不好 可是又很豪迈 就等大家都走光之后 有好几次 我有看到一个人 那时候还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的时候 就她会拿她怕我感冒 就最会特别冷 胃肝嘛 她就拿了一个外套盖在我的身上 然后就静静地看着我 那应该她本来就对你有意思 后来盖着盖她 她有一天找不到外套 她就整个盖上来了 外奖 盖上来了 我一定要讲一下 最适合当夫妻的 月亮星座很重要 那Teresa跟那个董哥 她们的月亮星座是同一个星座 都不是射手座 而且都在同一个度数 一个22度 一个24度 就是说她们非常靠近 那这个情况会造成 两个人会很有默契 心有灵犀 因为太阳星座 是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用的 可是月亮是我们回到家用的 那回到家 如果你还跟我不一样 那这两个人都会很难相处 所以要看 如果两个人真的想在一起 那就是看月亮星座合不合适 月亮星座和太阳星座 两边都要看 美女会这样子吗 跟仁甫 我跟仁甫也会 对 常常我觉得相处久了 那个默契 常常就是在一种 莫名的气氛当中 就一直在酝酿啊 有的时候我就是 才在想说 我等一下想看电影 她立刻回家的时候 就已经帮我租了DVD回来 就是这种感觉 妹妹是 你老公月亮牡羊 你太阳牡羊 我很好说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啊 因为心有灵犀 太心有灵犀 所以当她脑筋开始有 转的时候 转的时候 然后我立刻觉得最近 要盯紧一点的灵感 会 你应该会有这个灵感 但是我怕你会自欺欺人 就一直告诉自己说 这不是真的 对 或者是 不要去想 因为去面对她 可能就要变成了 可能事情就会 一下子就破掉了 所以你可能会压抑自己 是啊 我会赞成你 一有感觉就问问看 但是也不要太多 那你是不是曾经有别的女生 跟仁甫比较接近 就问仁甫这件事情 以前会 以前会 以前比较容易 因为以前她主持游戏型的节目 然后他们玩的游戏 其实都还蛮亲密的 然后有时候玩久了 因为你知道 我们也是玩游戏节目 然后在一起交往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 就觉得好像有点乖乖 就会问一下说 这是怎么样啊 那她都会怎么说 男生都应该否认到底 两个人夫妻在一起久了 有很多你可不可以 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可是如果每天这样子翻 每天这样做 你会觉得 躲命追魂扣眼 对 那我们的生活 要怎么生活下去 之前都会有一些约法三章 你们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就说我希望我们的 我们结婚以后 对 我们的约法三章 都在结婚以前 反而是结婚以后 我们给彼此的空间超大 结婚前她会管说 胸口会不会太低啊 裙子会不会太短啊 现在出去她还会盯着我说 你穿得太保守了 就太邋遢了 都每天穿运动服 她会希望我穿个洋装 性感一点 对 董哥跟老婆也会这样子吗 会有约法三章吗 嗯 我们大概也约法了 三十几张 三张 三张 这个就是A4那种 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 举几张来提提 差点是签这个生前契约 我们也有签耶 有 对 不 你们那是器官捐赠同一数 你跟曾经 就是这样 就结婚以前会说 我出去都可以玩啊 她也都比较 反正我就先回去等你嘛 你在追我的时候让你 让你也不会太 over 等到现在结婚之后呢 她开始就是 那个皮夹里面 会不会摆太多钱了 容易掉 容易掉 不是怕你玩 容易掉 是 容易掉 对对对 或者说是你出去 不要太晚回来 所以我 两点不会太晚吧 什么 两点 现在小孩十点就要睡觉了 你到两点回来 好了 结果等到 真的小时候啊 那酒一喝下去 这个man's talk一开了之后 不要说两点了 都已经两点半块三点了 结果她只有用一招 你要不要 你到底要不要回来 我说说我马上就回来 对 在哪里了 在门口了 好 结果我是在那个酒店的门口 门口 对 而且还一招就是 她也不打了 她有时候懒得打了 对 来 拿给她儿子 小孩子会说 爸比 要回来咯 你还在工作吗 妈咪真近了 她儿子讲话就是像董哥这样 而且长得很像 她跟董哥讲很像 想你喔 好好想你喔 你像那个声音受不了 好可爱 那我赶快回来 不可怕 所以接下来 唐老师要从星座来告诉我们 这个在感情中呢 到底什么样星座的人 最爱管人 那什么样星座的人 是管不住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感情中呢 爱管人跟管不住的 对 我们从太阳跟上升来看 因为上升星座是我们的 作风跟行为模式 而太阳星座是我们的主要性格 董俱成 太阳在摩羯座 上升在双子座 季晴 太阳在牡羊座 上升在射手座 好 我们来看看 那到底谁是爱管人 谁又管不住 现场高下力判 好 第三名 这个爱管人的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 我们有分男女喔 那现在是摩羯座的男生 他喜欢管闲事 他喜欢展现他是一个万能博士的样子 那如果在一段感情里面 他很认真的话呢 他就会开始变成像 是男的老妈子 像这个平衡表演班的这个 李博修 博修老师 博羯座 对 吵吵吵吵 然后他是 每天都男 你要说他很会娇人就算了 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代 也挺关心人的 对 可能会觉得他管真多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是谁呢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很好 Theresa要上榜啦 双鱼 双鱼 女生喔 她们绝对不会用自己去管你 她们总是用柔情的呼唤 可是呢 每一件事她都说她是关心你 对 包括她打电话给你 不是叫你回来喔 是问你喝醉了没有 要不要我去在爱你啊 所以其实她好像没有在管你 但是她又如影随形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爱管人的是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天蝎做的女生被遇防 为什么爱管人 因为这些女孩会认为 绝对不能有一丝漏洞 让你的人生荒腔走板 对 比如说外遇 对 这样子你就破坏了你们的关系 对 然后也破坏了这一段很坚实的 有未来的前途 没错 没错 而且呢 当然如果就算她不担心你的感情出轨好了 她也担心你的前途啊 你做这个决定 来 你说来我听听 我听听看瞎不瞎 好 因为我知道天蝎做太可怕了 就是爱人就 他也不会救你幸福 救你好多 救你死的 不会啊 白日国一定管不住 来 我来看一下 管不住的 白日国什么心中 处理 处理是不是 好 太阳上升 第三名太阳上升如果落到 第三名太阳上升如果落到 不幸的是黄老师的上升上榜 是真的 男生这样子反而管不住 非常大男人主义 可是呢 因为他们看起来是乖乖排 有时候他们也愿意待在家 所以别人看都看不出来 他是管不住的 可是巨蟹座绝对保有自我意志 他今天会待在家是因为他想待在家 而且呢你就不要逼到他喔 歇斯底里起来 他就走出去了 他也不回来 或者是在外面 跟朋友喝到三天半夜 他才回家 然后回到家也已经喝醉了 也没有办法听你讲什么了 他用这个隐性的方法来抗议 而且呢很多巨蟹是 你管得住他的上半身 你管不住他的下半身 所以巨蟹或上升巨蟹的人 真的都是属于老婆不要用管的 要用温情喊话的方式 做好你的本分啦 是 好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现场没有 那就是摩羯的女生 真的吗 真的管不住 第一个摩羯女生非常的有主见 你如果管他 他会觉得你很烦 而且你又没有比他厉害 你凭什么管他这么多 对 然后第二个呢是 他心里会有个OS 你会不会活腻 你有没有搞不清你状况 你越管他 他就越冷傲 然后他就越不耐烦 脾气越大 所以男生除非你想要跟一个 已经完全没有女人味的人在一起 否则的话你就会 久而久之你就会知道 还是乖一点 听他的话 他反而会比较漂亮的那一面 可爱的那一面给你看 好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你完全管不住的太阳上身 如果落到了 天秤座的男生 那不就是 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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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有我新国师 如果你不认有我 我根本就不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他交往的先决条件 因此没有你开条件给他 只有他开条件给你 而且他条件很好啊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生活 处理得很好嘛 有名有钱有势力等等 所以你要不要服从他呢 你还要管他吗 你根本管不住 所以太阳上身落 就三个星座的男生女生呢 是爱拐人的 那你就不要来管这边 因为好劣性 那我确定改星座了 我改了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好聊了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聊聊看 是 因为今天真的只有这个几个牌 几名而已 还有很多可以聊的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董哥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演艺圈 起起伏伏是正常的 是 你在演艺圈你有低潮过吗 这个是要比较的 你跟自己比较就是说 你好的时候有多好 那你现在差的时候有多差 我倒不会去跟别人比较 要跟别人比较的话 那真的比不完了 对不起我是一个比较 这个唐老师说的 我是一个 他搞抄还会想很多人 我都是把最坏的先想在 想在前头 前头 所以有时候就有一些 比较sade的这个心情出现 但是也许大家看不出来 可是那我内心的一种 焦虑 这种人格特质吧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李老师 就这个董哥跟那个董哥 董嫂的幸运上来看 对 她的夫妻相处之间 这样看起来真的很好 有没有说他注意的 很好啊 因为小董跟太太他们的 名字的人格都是木 两个人都是木 是吗 那么当你的人格跟太太人格 五行的属性是一样的 代表就是你们的观念 是很好沟通的 是真的是很有默契的 彼此都知道对方 他是在想什么 他要什么 对 而且太太的个性 他其实是外柔内刚的哦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原则 很有 蛮能够坚持己见的人 可是他懂得 因为个性是一样 他懂得怎么去治他 因为我姓董 怎么去制服他 然后呢 他的细致性 他的调理性非常的强 那小董在这方面 是比较弱的 因为他太太的总格是35话 各位知道吗 女生35话 是很具有中国传统富裕的美德 真的 也就是说他的观念是非常开放的 可是他的思想 对 他的做法是非常保守的 他很重视家 尤其是叫做家庭这两个 他的重心是 35话 对 35话的女生 他们两个人 就以名字来讲 在婚配上面是非常好的 因为人格跟人格五行相同 真的 完全讲得很好啊 那我就暂时就 就这样子认定 就不用想名字啊 就不用再想 先不跟他理了啊 好像很烦的 很烦的 然后是普通 你看一下哦 刚才小董他心中记着就说 这跟你插三岁有没有 对 其实插三岁 别人插三岁也许 我们说插三六九不好 而且不对 但是你是属蛇 插三岁是非常好耶 真的吗 就表示你老婆是属猴 刚好是河 本来是行 但是他是河 而且是六河 六河就是日月阴阳之河 但是他插三岁是非常好的插三岁 多年来的仪役 也太懂得是河 我这辈子啦 做得最對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娶了她 真的 大概沒什麼事情做對的 沒錯 又是幫人家做寶人啊 又是被倒退啊 又是投資失敗啊 你看 又是已經酗酒啊 哎呀 沒有 你知道嗎 還凸髮啊 你看 這也算在你的人生 後來認識她之後 現在突然都長出來了 奇怪 對 因為不然脫了 就這個髮都長了 你們不認識髮郎 這幫人打薄的 哪一家有沒有 因為剛剛董哥 董哥剛剛講到一個 就是他在工作上面 自己覺得好像比較低潮啊 不順遂的時候 就是我們是不是要轉換一下心情 換一個地方 好 這個是為了維持 大家夫妻之間的感情 另外一個維持夫妻之間的感情 炒飯也是很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啦 所以今天要從姓名來告訴大家 從姓名來看你炒飯的時候 有什麼缺點 要趕緊 好害羞喔 好害羞喔 這個題目喔 講的是缺點了 那等一下一揭曉 有些人就完蛋了 把他的缺點全部都曝光了 沒有關係啦 這個題型是可以改善的 你今天要看人格 人格就好了 好 那人格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人格就是你的名字 姓跟名字的 好 我們就看小董的 董志成 董的筆畫跟智的筆畫 這兩個一相加 所以它的總格是 人格 人格是21話 21 21話 好 觀眾朋友 如果你把人格都算出來了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了 我們這裡有三大題 好恐怖 還像死魚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像死魚 有的時候老公會罵老婆 你就不會熱絡一點 你就跟死魚一樣 好 我們來看 人格是什麼筆畫的人 他會像個死魚 其實男女通論 來 當人格出現了 是28 22跟34的人 我告訴你 智美 給我拿出來 來… 你不拿這樣拿這張嗎 好啦 這張嗎 智美 你拿這張 拿出來 第一個人格是多少 18 18耶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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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 他心很嗲耶 好 女生像死魚 其實男生就好像 像機械 他就在做一件很固定 很機械性的一個動作 應該是說 女生他之所以像死魚 可能是來自於 他比較保守 他比較害羞 他其實內心他會 想要他有一些的 什麼方法的一些動作 可是他有的人他不好意思說 所以就躺在那邊 你來順受吧 反正把這個工作 給做完就好了 那像男人 他像他的死魚 不是說他不動 而是他就是從頭到尾 就是那個動作 好 我們來看 第二個是只顧自己 這個是針對男生的 這個比較自私對不對 對 這是針對男生 真的是男生 對 針對男生 針對男生的 男生只有兩個嗎 男生的人格出現了 十三 二十五 二十九 三十三 四十一跟四十七的人 在座的人有沒有 是三十 只顧著自己 那就是嘉謙說 這個男人很自私 就是他只顧著他自己的愉快 他自己的享樂 他完全就忽略了 對方的女生的一種感受 那就是當他性質來的時候 就拖著人家進去了 那等他目的達成了 他翻身就睡著了 或是說他永遠都不去考慮到 女孩子現在他身體舒不舒服 或是他的情緒好不好 即便兩個人吵吵吵得要死 男的性之所知 他想要他就是想要 所以這樣比較自私的男人 有的時候讓女生的心裡 總覺得自己好像 只是你的一個工具而已 這個是感情上很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殺手 所以男生如果你是人格 有這個筆劃 然後你又有這個特質 這一定壞習慣 一定要改的啦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 就是很排斥 好 這是人格出現了 四十二 二十 三十六 跟五十的人 你看十二 像死魚這邊呢 我好喜歡喔 那誰都喜歡 這樣也不行 這個有年齡啦 也就是說他們大概在四十歲之前 只能說在炒飯上面 他們是比較被動的 就是你來找我就OK 你不找我他也 心裡很想 可是他也不見得會去安慰你 但是到了四十歲之後 可能真的是年齡的關係 對於炒飯這件事情 他心裡他有莫名的一種排斥 有的人甚至於嚴重到叫做 相對的他討厭這件事情 就會討厭到你這個人 沒錯 所以在一看到老公的樣子 他就沒有好臉色 這個是生理的因素 所以這個我覺得 生理因素有的時候 可以透過醫那個藥物來治療的 這個是後天造成的 那不管怎麼講 這個是屬於 炒飯上面的一個缺點 炒飯上有缺點 你的婚姻就不會和諧喔 所以上版的觀眾朋友 那你就要注意注意 改善一下就好了 沒錯 如果你對另外一半已經有厭煩的 這些反應都會再出現 對不對 都會有一些不喜歡啊 會有一些抬斥這樣的行為 所以今天唐老師要從我們的心罪 來告訴大家 就是久了之後對不對 久了之後就舊了嘛 舊了就不新鮮了嘛 你再來吃水餃 你看看 叫你吃五年十年水餃 你也吃得下去嗎 你要換沾醬吧 對 反而這樣也不錯 對啊 一樣的東西沾醬不一樣 男人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都喜歡沾醬 所以我們就要檢討一下自己 我們來趕快來看一下 唐老師要從十二星座來告訴我們喔 十二星座呢 對另外一半感到厭煩的徵兆 到底是什麼 徵兆 OK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這幾個星座 自己就要當心一下了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呢 是基本攻心座 牡羊巨蟹天平摩羯 比如說姬妹妹啦 董哥啦 是你的另外一半 他們最近有這種情形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 比如說姬妹妹啦 董哥啦 是你的另外一半 他們最近有這種情形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 好 好 態度冷淡推具親熱呢 很可能是他們婚姻久了一個常態 但是呢還有一個 如果他有新歡的話 他會忽然間打扮起來了 否則的話呢 如果他開始已經不想碰你 表示說你這道菜已經老了 沒有什麼新鮮感 也沒有辦法刺激他 好 我們來看一下固定星座 金牛 獅子 天蝎 水瓶 所以除了嘉謙和姬妹妹他們之外 以及其他的老師還有育方都是 好 這幾個星座 所以我們要做的人 彥凡的徵兆是 外物變多 行蹤交代不清 是地門 是育方 是育方 固定宮的人呢 照理說是很喜歡黏著另外一半的 因為平常他都是很喜歡待在家裡 很喜歡黏在你身邊 他是捨不得有外物的 而且外物很多 他也怕你覺得他變心 他都會解釋一大堆 但是這個時候他外物變多了 因為外物是一個好藉口 他可以出去透透氣 表示他不但已經在你們的關係裡面厭煩 甚至他在考慮有沒有機會另起爐灶 他覺得快要悶死了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徵兆 好 我們來看變動星座 雙子 處女 射手 雙魚 像王仁甫是處女座啊 好 那那個佳芊妳是雙子啦 我們來看看 燕凡的徵兆是 找藉口搬家啦 或改變生活的方式啦 真的耶 季晴他們一天到晚都在搬家 我每次打電話給他會說 我現在好嗎 我在搬家 我說哈 上禮拜我再跟我說妳要搬家 對 我們現在又要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這裡還沒弄好就又要搬了 對不對 對啊 我真的我長到這麼大 我從來沒有搬過家 但是我想吃王仁甫之後 我認識他七年 我八 今年去八年 我們搬了五次家 我是什麼康福喔 月利 早就要搬獎裝給他了 真的 一年被我們這個會我良過 業績都他們的 我們這樣搬家距離又超近 對 又從這個橋搬到橋尾 那個橋又搬到橋尾 對 很可怕耶 王仁甫 你真的是變動工的人 很可怕啊 我們已經全部都已經 為了他搬家這次 可是王仁甫沒有耶 王仁甫要他搬家去 要他命一樣 對 我是不可能 我很難 所以妳對另一半還沒有厭凡 還沒有厭凡 厭凡的時候我說妳還要搬轉 基本上就是他變化了家裡的擺設 他每一天回來他都有新鮮感 因為人跟人之間可能新鮮感會慢慢的消失 所以這個就是他厭凡這段關係的徵兆 還有呢改變生活方式 最近都早起 那下次我改成晚起晚睡好了 就是他會不斷的變化 然後讓自己去適應那個新鮮的東西 然後就不會對妳變心了 所以其實妳要不要趕快來跟他商量一下 妳們之間出了什麼問題 還是要把問題根本找出來 我應該趕快約我老公喝咖啡 沒有 我覺得 基本布丁片都大家參考看看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她們一直搬家的問題 我覺得妳們還在磨合 我原來是這麼八九年了 對 不會吧 到現在還在磨合 不會啊 有兩個小孩 超合 妳們之前有磨合期吧 一定有啊 而且剛交往的時候 那個磨合期還滿長的 可是像現在就不會了 現在就覺得都已經很了解對方 所以我才說其實在我們結婚 因為嚴格講起來是有小孩之後 我們彼此都很少去約束對方什麼事情 對 好 那既然這樣講的話呢 妳跟我們的這個王仁甫呢 相處這麼愉快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是場面話呢 黃世荀老師 所以我剛剛看了一下 季美媚她的這個氣場的變化 那其實季美媚她算是一個 妳要關心她要有一點技巧 因為她是一個內心生氣 不過她能力上面是獨立的一個女性 所以她能力上面其實跟男生差不多 所以比男生還要強 所以她應該要需要關心的時候 她覺得好像可以踢到一個鐵板 因為季美其實是不需要人家照顧的 她要照顧的是妳的感覺 而不是妳的力上面 對 老師好狠喔 然後但是呢 她有一些地方就是 她常常會 她人在這裡但心在這裡的狀況 她想要別的東西取了 所以她出來跟妳們應酬 她想要那個明天水費還沒交 而且不能再講下去的感覺 對 所以她算是一個 她的一心可以多用 那她跟王仁甫裡面 在相處的時候呢 其實對她來講有點辛苦 是因為她的情緒上面 需要消化的比較多 但不是壞的 因為她本來就是一個 容易接受到別人的情感衝擊的一個女生 都很敏感啊 所以她們應該彼此有效 有很多的功夫在做磨合的上面 所以佩晰明說王仁甫愛妳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呢 我剛才有什麼方式呢 抓住另外一半的心喔 好 請我們的彩油占卜王老師 其實在這個兩線相處呢 是需要一點這個技巧的 所以呢 有的時候我們在跟另外一半 在做這個交流的時候 妳需要抓到對方的這個 他們的罩門 所以妳能夠抓到 妳的那種方式我太喜歡了 感覺很舒服 真的嗎 到我收了一點 好 所以先開來這個五屏 第一屏是上面透明 上面金色 第二屏上面紫紅 上面藍綠 第三屏上面紫色 下面是深紫紅色 第四屏上面綠色 下面藍色 第五屏上面是紅色 下面是金色 妳會選哪一屏呢 來 我們先讓這個季妹妹 我還是喜歡五號 五號 來就是紅色跟紅色的 第五號 我要這個綠色的 然後下面是藍色 OK 四號 李老師 第一號 二號 二號 我也是二號 四色 那我來一個一號 一號 OK 我先看這個一號屏 一號屏是上面透明上面 金色代表的是 妳們夫妻兩位 需要建立一些 共同學習成長的一個目標 譬如是兩個人 大家讀書會 是是是 兩個人一起擦一些 新的一些旅遊活動 或者是朋友可以去 黃江青一起去騎腳踏車吧 我騎了 有嗎 我從台北騎到淡水 哇 好棒 我腳都退退了我 退退了 特殊的情況是妳們在 在互相復苦的時候 反而會讓對方覺得說 心有氣氣 而且更能夠理解對方 更能包容對方的 人生上面的一些歷程 要努力 對 第一瓶的朋友 沒錯 第二瓶剛選的是 黃老師跟唐老師對不對 對 上面紫桶在上面 上面是藍綠色的 所以妳可以透過 像是一些烹飪 或者是家居生活的 布置的一些改變的調整 來讓妳們覺得說 在家裡面其實是有一個 蠻不錯的感覺 像Puff一樣 這個最棒了 譬如說黃老師先到家了 所以老師今天要喝什麼茶 或者要點什麼酒 來一杯雞尾酒 放鬆的感覺 對 然後有一個藏女排 像是 放點新音樂 也不用花錢 這樣其實有很好的活動 對 好 看看第三瓶就是 上面紫色 下面深紫紅色 那我要跟玉芳姐說對不起 因為這瓶需要透過性生活 或是一些比較親密的 肢體的動作 我老公已經說 要把我當妹妹了 畢竟 好 來 我跟外面每個人都這樣說的 但是如果說你們兩個 在性受上面 有一些特別狀況的時候 那你就做一些按摩 譬如說用精油 然後幫對方有一些 近距離的肢體上面的接觸 也可以改進你們兩個人的互動 第四瓶上面 綠上面藍色 這個是董哥選的 對 董哥選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說你們可以 要在溝通的時候呢 跟對方一些空間 所以可能兩個人都要有一些 獨處的時間 好 因為這表示說 這樣的溝通的情況下面呢 其實是你們各自在一個 各自的情境下面去思索出來的 所以你們對對方呢 都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所以可能先相處跟溝通之後呢 然後兩個人先各自在房間裡面 想一想對方的感覺 應該是怎麼樣 跟她表達會比較好的 是 是 好 再來看第五號的瓶 就是季妹妹選的 那這一瓶跟這一瓶 跟她都有一點關係 因為剛剛的下面 有很多的粉色 那紅色也是一部分 那代表 這瓶叫做 我是 叫 I am 所以就是 發揮妳的這個獨立精神 然後展現妳的能力 讓她們說 哇 她的能力 因為她的感覺是很亮眼的 就讓妳想要多看妳 這樣就可以讓妳 抱著對方的心了 真的 昨天晚上我老公還抱著我說 寶貝妳真的好棒喔 好 謝謝黃老師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都已經有另外一半 已經很幸福 可是有些人他會想說 我這一輩子 我什麼時候 我的感情才會得到幸福呢 黃老師要從手面向分身告訴我們喔 來 好 我們一般來講說 感情什麼時候才會幸福呢 大部分都是年輕的時候 比較熱情 比較熱烈 然後結了婚之後呢 不是說不熱情的啦 就比較平淡 漸漸的年紀大了 就像親人一樣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兩種狀況 是比較跟一般人不一樣的 倒過來的 好 第一種就是說 過了40以後 她的感情生活才越來越幸福的 好 這個我們還是從結溫線看起 結溫線呢就是從我們的小指下來 看到這個感情線之間 這邊所出現的短的線紋 其中最長的那一條就是結溫線 如果它最長的那一條呢 很靠近小指 靠近上面 這種呢表示她要過了40歲之後 這時候的婚姻 或者說這時候的感情生活 才會比較幸福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呢就是她的這個感情線 對 感情線裡面呢 出現了很大的倒紋 比如說這出現了很大的倒紋 這種狀況下表示說 她年輕的時候都遇到不對的人 愛上不應該愛的人 都是錯誤的人 不一定對方是已婚或者未婚 反正也是個性 或者是對方的在某方面 暴力等等之類 都是不適合的人 她還是要過得年紀大一點 就是40歲之後 這時候她遇到的 才是讓她所謂的幸福的對象 第二項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一過婚才會幸福 這時候怎麼看 還是我們用結溫線來看 結溫線呢如果它有兩條 插得很遠 不是很近喔 插得很遠 然後都是破壞的 比如說第一個它就已經破壞了 第二個破壞 或者第一個它可能往下下去了 這個都表示她應該會 第一次會離婚 那麼離過婚之後 第二次再得到的婚姻 或者第二次再得到的愛情 才是幸福的 就是離過婚才會幸福的 是看這一個 第二項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地方來看 就是它的感情線 跟剛才這部分一樣 感情線我把畫在這邊 就是它感情線是中段的 就是表示第一段是錯誤的 第一段她以前結婚是屬於沒有結局的 或者第一次是不幸福的 第二次之後她才會幸福 就是這個感情線中段的狀況 這種人 男生女生同論 要離過婚 她的感情才會幸福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到了節目最後 我們黃士巡老師 來貢獻給大家一點 撒幣損期間 是 這個明天就是3月11號星期三 對不對 這個黃士巡老師 要告訴大家開運的辦法 就是穿衣服也可以開運喔 對 你們看一下這個 第一個是我們在招財運的話 叫什麼顏色呢 因為上半身可以考慮這個 用藍綠色搭配 下半身可以用紅色 但是如果你需要OL的話 穿一個紅色的一個展示 應該會滿奇怪的 這樣會很蠢耶 對 所以 你可以運用一些紅色的一個寶石 或者是小飾品放在腰際 或者放在口袋裡面 譬如說紅玉色 或者是紅色 柳絲 柳絲 都可以 這是一個招財運的顏色 另外一個是這個招桃花的顏色 為了你的人際關係 還有你的一個兩性招物性 你可以用藍綠色的顏色 做上半身或下半身的一個搭配 那當然你也可以使用下半身的 帶一個 屬於說綠棕樹 土耳其石 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這樣子也可以 好 提供給我當參考了 那這個最後呢 我們還是請兩位來跟黃昊來講一下 北極之光什麼時候 對 在四月十號呢 北極之光就要正式開始公演囉 是 我們的努力 我們的這個認真的表演會 真的讓您坐在這時間呢 您是每一分鐘都會過得非常開心的 而且還可以抽機票去阿拉提啊 對 對 單純的 不負責回來 沒錯 來回 來回 所以要記得打那個 兩天院的售票機場 或者屏風表演辦電話 謝謝大家 多支持我們 支持一下現在這個經濟狀況 讓大家都心情很不好 來進來看一下 輕鬆一下也治療大家 對 好不好 多多支持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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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謝謝我們的四位老師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們來看機率當然是很高的 對 他開心 我 他一直都等這個機會 你終於等到這個 這個考試中沒有這麼高分 真的 你這次贏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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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